大家好,我是主播琪琪,欢迎大家来到大波琪娱乐频道,您的订阅是琪琪的动力源泉,不要忘记担机小铃铛,这样您就会及时收到琪琪的更新信息,谢谢大家。 小鸟是安安在大王工作室最好的朋友了,刚开始安安来到大王工作室的时候,不仅被王美诬陷,还要被同事们欺负打压,就连大王都要挑剔安安。 这让安安非常难过,幸好有小鸟对安安好一点,经常鼓励安安。 可谁知小鸟后面还是背叛了安安,安安的作品侵权这件事,就是小鸟偷了安安的话闹出来的。 安安败诉后,小鸟还去安慰了,安安希望她能够重新开始。 这一幕让观众们非常生气,觉得小鸟和王磊是同一种人,人品都很差。 因为小鸟这么一做,导致王磊在于非凡那里印象突然变好了。 因为安安刚出事的时候,于非凡怀疑是王磊做的,所以对王磊训斥了一番,甚至提出要和他划清界限。 当时王磊也有点生气,他告诉于非凡要是认定是他做的,那就去告诉大王好了。 后来小鸟才是幕后黑手,这让于非凡觉得自己错怪了王磊,对王磊很是愧疚。 因此王磊又让于非凡对他有了好印象。 不过小鸟做的是曝光后,安安却并没有责怪他。 因为小鸟这么做也是逼不得已,是为了救妈妈。 安安想着小鸟的辛苦和自己在大王工作室小鸟帮助自己不少,便原谅了他。 小鸟获得了安安的原谅,也没有遭受什么惩罚。 谢谢您的观赏,如果您喜欢琪琪的大波琪娱乐频道,请您订阅吧。 不要忘了单击小铃铛呀,这样您就可以及时收到大波琪娱乐的更新了。 一定要记住,订阅琪琪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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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�